别人再好,也是别人,就算别人和我们关系刚好,他有金山银山也不会分给我们,所以我们不要奢求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,别人帮助我们出于情义,不帮助我们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自己在不堪,在杀劲,也是自己,就算现在没有任何人看得起我们,我们也是独一无二的自己,我想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能够替代我,所以我就要努力的活得更好,只要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,虽然现在我不够完美,只不过是修行不够,要不断读书培养自己的内在,不断与人接触,培养自己的外在修为, 一生足矣,只要努力,活成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,为自己的人生负责,为自己的梦想满安,毕竟可长什么样的人,过什么样的生活,对我们的一生甚至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很重要的,我们既然有了梦想就不要,让它变成空想,我想当梦想实现的时候,我们一定会无比开心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